夏天到了看到野外清澈见底的溪水 民众迫不及待想下水降降温 只见男子朝水面慢慢走去 但不到两三步 水竟然瞬间淹过他的头 脚也踩不到底 险些就灭顶 可千万别被自己的眼睛给骗了 看似浅浅的水弯 几乎快要淹没一位成年男性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 这个叫做关的折射原理 关在不同的介质里面产生变化 在空气里面速度比较快 在水里面速度就会被影响 角度就会变化 就会浮起来的效果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水底的胶石 在水面上因为光学折射原理 水底的物品人眼看过去 仿佛都在水面上方 因此才出现影片中 感觉池水变浅的奇妙现象 看似水浅实则相当危险 专家提醒下水浅 可用简单技巧判断水的深浅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河水颜色判断 颜色较深为深水区 较浅则为浅水区 还能通过流速观察 一般浅水区流速较为湍急 而深水区几乎不会流动 贸然下水很容易发生逆水事故 夏天完水一定要到 正符合定的安全水域 这个溪谷状况 其实因为它都会有胶石 所以这实力部分可能都会影响到 你在整个溪谷判别 在深度的时候会有一些落差感 炎炎夏日 小心别再让眼睛受骗 下水前可要好好分辨 才能玩得开心又安全 记得中程梁范雅桥台北报道 好 主播各位观众早安 记得现在一早呢 我也在台北市的自来水园区 可以看到呢 我身旁的游泳池 游乐器材上面呢 现在已经有超多大朋友 小朋友全部都已经 穿好泳衣 戴好泳帽子 在下水来游玩 因为呢 周末一早呢 自来水园区的游客真的很多 甚至呢 是在刚刚早上 八点多还没开园的时候呢 园区门口呢 就已经涌现了排队人潮 因为周末这两天呢 天气就宛如夏天 甚至是周日当天呢 天气会来到三十二度以上 因此呢 也涌现了非常大批的游客 光是呢 根据统计周六呢 入园人数就有将近三千人 那但是呢 天气这么热 家长呢 要怎么防止小朋友中暑 我们先来听听家长的妙招 热的时候很热 但是又会 就天气变化很大这样子 对 很极端 小朋友会觉得说就是 很想玩水吗 对 所以今天才带他们来玩水 他们一直吵 昨天就在吵了 今天有特别提早来 为什么 对啊 因为怕会人太多 然后没位置 他们都是怕热的体质啊 穿像无袖的东西啊 或者是多少给他们降温 就是自备电风扇之类的东西 他们可以听到呢 不少家长呢 都带了小物 像是小电扇呢 要来帮小朋友防止中暑 因为今天白天起呢 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白天呢 就会热到像夏天一样 气温预估呢 最高达到32度 要留意防晒 非常避免中暑 不过呢 气象局也预估 未来一周台湾会处在 热力不稳定的条件 非常的容易有强对流 需要预防比较大的午后雷震雨 像是呢 南部或者是东南部地区 都会有比较强的水气 尤其是山区要正防午后雷震雨 出门不要忘记再带个雨具 以上是现场最新 我们到时间镜头看篷内 小朋友开心在教室内 吹冷气上课 随着气温飙高 只要一缺电 优先从学校开始断电节电 一开始说装给小孩子冷气 可是后来又把他们断电 让他们也很无辜 而且上课那么热 头痛一头脚痛 不可以这样 我们做一个全民的委员 到底是电视还是学问的 这个是什么政府 夏季电力一超亮 学校立刻被优先节电 倒霉的就是学生 民众听了瞬间炸锅 为什么一定是小朋友 只聚焦在小朋友身上 对他们有点不公平 这么热的环境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会上课的一些学习 跟专心会受影响 不过便凭冷气 又该怎么吹才能省电 一度电六块计算 开八小时约十元 十二小时十四块 假设吹一整天二四小时 大约二十九块 如果关机又重新打开 耗电量立刻多一点三度 起码七块钱起跳 建议比关机比较省电 我们平常可能是二十五度 我们调高个一度两度 让它比较省电的下去运转 家电达人建议 短暂出门四小时内 需关闭冷气 假使超过再关掉 而开一整天的耗电量 还是比开八小时多 如果在房间内 只开晚上八小时 白天关掉叫省电 万一一天开二十个小时 则是不关机比较省电 几招省电秘诀 不让荷包悄悄缩水 记者联缘兵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导 这在澎湖海边 最近出现了这一大片 绿丝槽的美景 最近主要因为天气转暖 澎湖海面就出现了 青海菜覆盖沿岸的画面 一片绿意覆盖上削剥块 像极了一块块的抹茶蛋糕 不过农与局特别提醒 这个画面虽然好看 但是因为质地湿滑 所以建议民众 最好远观拍照就好 避免危险